一转眼天赐的声音三进入到了收官之战,不少网友都纷纷不舍,难说再见,因为实力唱将周深,每期节目都能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震撼,可谓惊喜连连,周深的加持不仅让天赐三走向了新的高度,同时还带火了数十首经典老歌 自打开播以来,确实承包了歌迷们的所有欢乐,第十二期节目中,周深再次化身白马王子穿了一身白色礼服,与张韶涵同框出现时,给人感觉CP感爆棚,收官之作,谁能夺得天赐金曲成了最大的看点 五位常驻音乐合伙人,通过自愿组合,组成了终极搭档,胡彦斌与张碧晨是一组,张韶涵与周深一组,胡海泉与瑞奇一组,刘希君跟唐汉潇是一组,在四组当中产生本季的天赐金曲,最终的结果,明眼人不言而喻 唐汉潇早在另一档殷宗闪光的乐队中就把自己独特的声线展现了出来,实力不容小觑,刘希君则更适合演唱乐与金曲,两人的表演发挥很稳,这首歌对他们二位来说,没有任何难度而言,虽然没有槽点,但也缺乏亮点 第二组登场的是周深跟张韶涵,翻唱的曲目是《一路生花》这首歌的原唱是《瘟疫心》,歌词既又唯美又有深度,开场特效呈现出了一朵蓝色莲花,代入感极强,周深率先开嗓,第一句就牢牢抓住了观众的耳朵,天籁般的嗓音特别有辨识度,张韶涵第二个接唱,两种不同的声线结合到一起,堪称一绝 值得一提的是吴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每个小细节都让观众仿佛置身其中,乍眼一看,特别有周深个人演唱会的既视感,不禁会想起周深之前何光同春何光同城现场演出的名场面 以周深的实力来看,哪怕没有舞台包装,灯光的加持,照样能hold住全场,但恰到好处的不仅,确实能为整首曲目增添一份不同的味道 唱到中间段落时,尽显高情商,此时舞台后方出现了数十名小朋友,周深率先跟他们打了招呼,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换做其他歌手的话,自然不会主动跟伴舞打招呼,生怕自己的某个小动作被镜头捕捉到,但偶像周深不一样,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都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 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不光缓解了舞台上,歌曲尖奏时的尴尬,还把全场氛围都烘托到了极致,台下的胡彦斌瞬间露出了一母笑 无论是唱功还是舞台表现力,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从头到尾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再加上众同声的辅助,成功赋予了这首一路生花不同的层次感,明明是两个人的表演,可大部分观众的注意力都在周深艺人身上 这就是正能量偶像散发出来的魅力,站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网友拿来深度讨论 当然了,张韶涵表现的也非常不错,重点是二人的嗓音没有任何突兀感,简直就是浑然天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